好 乌尔战争不仅威胁到全球的粮食供应 现在也连累到哈萨克的民众 吃不到麦当劳 麦当劳在6年前才进驻哈萨克市场 拥有24家的分店 但是乌尔战争爆发之后 麦当劳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 而麦当劳总公司也禁止哈萨克麦当劳 从俄罗斯进口食材或是包装 哈萨克承办商如果不能够以同样的价格 在本地或者是欧洲找到替代的货源 那么麦当劳营运将会出现亏损 被迫退出哈萨克的市场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